jetoo 今年的韓國不太寒冷 在雨的時候突然下了一場大雪 好難得下雪啊 在上班的路途中 看到很多積雪 所以整天都非常的興奮 很想要出去玩雪 其實韓國人不太喜歡下雪 因為下雪的時候呢 走路會滑倒 開車的時候會打滑 但是台灣很少能見到雪 所以每次只要下雪的話 我們就會很興奮很開心 韓國人呢都會覺得很神奇 嗯 是沒看過雪喔 的這種感覺 今天結束工作後呢 我跟姐姐們 決定要去吃烤肉 我們要去吃烤韓牛 這次下雪真的激了很多雪 連韓國姐都很興奮 在地上抓起一把雪球 要來打雪仗 在地上 接下來我們走到冰箱前面 要開始選韓牛的部位 但是實在不知道要吃什麼 也看不懂 所以我們就選了 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因為很少有機會可以吃到 這麼貴的韓牛 所以非常的珍惜 然後呢 牛肉非常多汁 而且很好吃 很好吃很嫩 沾鹽巴就非常好吃了 我真的是吃到 臉都鼓起來了 真的是超級好吃 牛肉 牛肉其實還可以包著生菜吃 但是 我不太喜歡這樣吃 我都單吃 單吃就非常好吃了 而且它真的超多汁 然後他們家的泡菜也很好吃 牛肉加泡菜 一口吃下去 真的很搭 很配 絕配啊 接下來烤第二塊 其實已經吃得有點飽了 很撐啊 這一段很可惜 沒有對到焦 因為這台相機的關係 不過它還是有對到後面的肉 真的是 還好有對到後面的肉啊 不過好吃就好啦 然後鐵盤下面呢 店家還會 一人準備一份地瓜 然後在下面烤 待會牛肉吃完呢 就可以接著吃烤地瓜 然後烤地瓜真的超級燙 姐姐決定要來做一個 王美手的示範 烤地瓜 一邊聊天 一邊吃飯 時間很快就過了 終於吃飽了 吃完宵夜都天亮了 超幼稚的 在別人車上 畫了我自己的名字 真的是 當時拍攝那個時間 疫情還不是很嚴重 但是 還是要天天戴口罩 吃飽喝足 準備回家睡覺嘍 其實你們收看的這支影片呢 是我在二月初的時候拍的 現在的確診人數已經來到了三千多名 然後二月的這一個月 我幾乎沒有什麼出門 然後 下一支影片我會分享 我這一個月都在家裡面 做了些什麼事情 剛剛結束聚餐 現在要等家 今天雪真的是嚇好多 謝謝你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並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你 掰掰